放在前面1800 所以跑完第三列之後 SUMM A就變1800 SUMM B呢還是沒有東西 那再來第四列的話 它是不是又是銷售部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SUMM A已經變1800了 再加上1500 它就變3300 一直類推 那再來就變成開發部 開發部1000 跑這邊邏輯 就變成SUMM B就變1000了 最後加 加完之後怎麼輸出呢 利用Range 18指向它 把SUMM B的值丟出來 最後 有同意會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這邊又用Range 其實會用Sales主要是它配合回圈 那因為這個Sales裡面是可以放數字 Range裡面只能放文字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 輸出的話 直接用Range會比較快 1800跟1900 所以輸出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 直接執行 有沒有 4500 2500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細節的話 你可以按F8 移行 逐行 去除錯 有沒有這邊 銷售部 1800 有沒有 SUMM B現在裡面沒有東西 執行這一行的話呢 它就1800了 好 再下一行 F8你可以一直按 有沒有 再來 它又1800 可是還沒執行 因為它這個1500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逐行執行 最後執行完之後 就把結果輸出 輸出 OK 就完了 那一樣的方法 底下這個SUM SUMMIF 如果是銷售金額大於5萬的話 那一樣方法 超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SUMMIF Range的話 要判斷的範圍 這個範圍 條件大於5萬 加總範圍這個 有沒有 26個 就是銷售 把這個大於5萬的 旁邊這個加起來 確定 那如果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其實也是跟剛剛一樣的 你可以暫存在 某一個變數裡面 因為跟剛剛蠻像的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銷售額 For I 等於15到19 這個應該沒問題 判斷哪一欄呢 判斷B欄 是不是大於5萬 如果是的話 就一個A就好了 因為它沒有第二種 所以不需要上B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1 20的儲存 所以輸出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26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SUMMIF 來做一個練習 那這題做完之後 請各位看一下 綜合練習2 這邊 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那範例的 最後的結果 這個是額外要開個檔 叫教師研習 研習時速統計表 那我再說一下 這個是總表 這個是研習的時速表 這邊只有一個 請你按Ctrl鍵 把序值2 複製一個 改成3 Ctrl鍵 拖拉複製 然後呢 這邊改成進階 因為 這個老師的 研習呢 有兩次 一次是 入門的 一次是 進階的 那 進階的話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把它刪除 研習時速呢 全部都兩小時 編號呢 重新編一下 按Ctrl鍵 1 然後Ctrl鍵按住 好 這樣子 所以有入門一次 進階一次 先回到總表 請問這個老師 在這兩次裡面 參加過幾次 這個老師 一樣 那當然 如果你比較 你不知道三米福的方式 怎麼做的話 黃沁路老師 這裡有沒有 沒有 這裡有沒有 也沒有 那就零次 李士元老師 這邊有1.5 這邊沒有 那就1.5 這個是一個 比較笨的方法 那有沒有 比較快的方法 一次 可以把這兩個 工作表 全部幫你加到前面來 這個是方法1 方法2當然 也是一樣把它改VBA 我想這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